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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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小费 玩手一天了 回来了 是啊 这做饭都没有呀 我都饿了 你想什么呢 还想让我给你做饭 你也不看看 我是会做饭的人吗 不是小费 你怎么了 你看 我这工作一天了 也挺累的 这你给我做饭 不是应该的吗 什么叫应该的 你可别忘了 当初你追我的时候可说了 只要我和你在一起 什么活都不让我干的 这 那个小费 就算你没有做饭 也没有必要发那么大的火呀 我这不就是 随口问了你一句吗 有什么好问的 想吃的话 自己做去 行行行 我自己做不就行了吗 你说你有必要 发那么大的火吗 求你不出行 行了行了小费 别看了 这饭呀 做好了 吃饭去吧 你说说你 干什么行啊 做个饭 做了多长时间了 现在做好了 现在做好了 我都不饿了 不是 干嘛呀 是不是心情不太好呀 行了行了 这饭都做好了 多少吃一点 有什么好吃的 我不用想 我都知道你做了什么 天天做那几个菜 我早就吃腻了 这在家里吃 你能做什么呀 只能做一些家常菜 你呢 今天先签就得吃一点 要不这样 明天啊 我再给你换点花样 你要是不吃 这生了多浪费呀 是不是 我做的也挺多的 我吃不下 小事你自己吃去 你说你也真是 你不想吃这些菜 你早告诉我呀 那个 要不这样啊 小飞 你现在没胃口的话 这些菜呀 我先放在保温箱里 等你饿的时候 你再吃 你什么意思啊 你是让我吃剩菜呀 我吃的 我家里你就为了吃剩菜 上饭的吗 行行行 我不惹你了 真是拿你没办法 你不想吃剩菜 等你饿的时候 我再给你做 行了吗 这还差不多 你呀 赶紧吃 吃完饭 那卫生间里面 我的衣服还没洗呢 赶紧给我洗了 记得啊 不要发洗机洗 要用手洗 这 这衣服也让我洗 小飞 不是我说你 你这在家里一整天 也没什么事 你就不能抽空 把衣服给洗了呀 我当然不能洗了 我这手是洗衣服的吗 我这手做一次保养 你知道多贵吗 还让我洗衣服 好好好 你别再吼了 你不是不愿意洗吗 那等一下 我去洗 行了吗 这还差不多 看你那没出洗的药 你别说 这还挺累的 你说说你 能不能有一点出息啊 你说你一个大男人 就洗那几件衣服 还累呀 不是 我这工作了一天 这下班回到家 这既做饭又洗衣服的 我说一句累 不很正常吗 你上班怎么了上班 你不提上班 我还不生气呢 这你上班 别人也上班 你看别人家的老公 一个月挣多少钱 你呢 你一天挣个几十块钱 给我干嘛的呀 你 你也不看看 自从我给你结过婚之后 我过的什么日子 你看看别人的媳妇 人家一上街 买这买那的 我呢 我买过什么呀 我说小飞 咱们现在的日子 之所以过得紧巴巴的 你不能怪我吧 你好好想一想 咱们两个结婚的时候 我这可是 给了你们家那么高的彩礼 你这倒好 这结完婚以后 一分钱也没带过来 怎么着 这彩礼你还想让我带过来 你想什么呢 那不 我爸妈帮我养的那容易吗 就要你拿了三十万的彩礼 这算多啊 这三十万 也不是一笔小数目呀 再者说了 我也没说 让你把钱全部都带过来 你至少带过来一点嘛 这咱们的日子 也不至于过得那么惨呀 这日子过得惨 是因为你没有本事 再说了 这彩礼 又没有找人 逼着你拿的 这是你自愿的 我凭什么 要给你带回来呀 这怎么不算逼呀 这当时 如果我不拿那么高彩礼的话 这你父母 他们也不同意你嫁给我呀 当然不同意了 你说你 连三十万的彩礼 都拿不出来 我爸妈 会让我嫁给你吗 这说来说去 只能为你没本事 有本事的话 还在乎这点彩礼 行行行 我惹不起 我躲得起 我呀 不给你吵了 站住啊 你干嘛去 我这累了 会发现休息一会儿行不行 我话别说完呢 你批着我走啊 我告诉你啊 明天早上六点 记得叫我 明天早上六点 我要给同学去聚会 不是 六点钟同学聚会 这谁家的同学聚会 安排在早晨呀 要你管呀 我说六点就六点 行行行 你乐意几点去几点去 我明天叫你还不成吗 哎 那个小费 我忽然想起来了 这我今天呀 跟领导约好了 明天五点半 要陪领导去跑步呢 我估计六点钟的时候 我还真回不来 要不然 我提前叫你一会儿怎么样 这跑步重要 还是我重要啊 我就跟你说了 这一年小时你都做不到啊 你补你跑步要的怎么样 这如果是我自己 去跑步的话 也没有关系 我就不去了 可是我已经答应领导了呀 这失约的话就不太好了 有什么不好的 你拍领导马别拍了几年了 还不知道 我没给你升职吗 你 好好好 你别再说了 这明天早上六点钟 我叫你不就成了吗 早上说不就完了吗 小飞 别睡了六点钟了 赶紧起床吧 知道了 别再睡了赶紧起来 哎呦 小飞 不是 小飞 小飞 别睡了 别睡了 你醒醒 你干嘛 我再睡一会儿 哎呀还睡什么呀 现在都八点钟了 你不是说六点 要去三家同学聚会吗 八点了 是啊 你怎么回事 不是你六点都叫我呢 不是 我不是给你打电话了吗 我没想到 你怎么还在睡着呢 打电话打电话 打电话 打电话有什么用啊 我说让你当点叫我 这我不是跟你说了吗 五点半我陪领导跑过去了 跑步跑步 跑步有那么重要 不是 你干嘛呀小飞 你不就是一个同学聚会吗 你怎么还能打我呢 我的愿和事情都很重要 这你的事情重要 难道我的事情就不重要了吗 你的事情我管不着 反正我让你干什么 你就要干什么 我也真的没有想到 这咱们两个结完婚以后 你的脾气会变成这个样子 是 我不重要 在你心里 这我还没有你的同学聚会重要 既然如此 小飞 这咱们两个的日子 也没办法过了 不会就不会 你吓我谁呢 那行 既然这个样子的话 咱们两个就离婚 离就离 谁怕谁啊 同志啊 同志啊你好 嗯 你们过来办什么业务呀 能办什么业务啊 离婚 离婚 你们两个想好了吗 有什么好想的 我们啊 反正这个婚啊 离定了 我还怕你反悔 不同意离婚呢 行了行了 你们两个啊 都少说两句 你看你们现在啊 都带着情绪呢 要不然你们两个 先冷静冷静 有什么好冷静的 我们已经冷静好了 我们的婚啊 必须离 这一分钟啊 也不想再等了 行 既然呀你已经想好了 那今天啊 咱们就把手续办了 行了同志 你也别劝我们了 这手续什么的 你给我们准备一下吧 今天我们确定要离婚 那行 我去给你们拿离婚协议 你们啊 先去那边坐一会儿 哎 这不就拿个离婚协议嘛 怎么那么长时间啊 嗯 不急急的 你好 你们这人一会儿 好 没有人骗婚 没有人骗婚 咱们离婚就离婚了 你抱什么紧啊 行了 你就别在我面前跟我演戏了 我现在总算想明白 你为什么结婚以后 总是找我的事 原来你就是想让我和你提出离婚 来骗取我的那些彩礼 你胡说八道什么呀 我才没有呢 还不承认 你自己好好想一想 你这一年都结了几次婚了 你看看 四五次 你这不是骗婚是什么呀 这刚才你一进门的时候呀 我就感觉你面熟 我去拿离婚协议的时候呀 就调了一下你的档案 没想到你这一年 居然离了四次婚 如果加上这一次 就是第五次了吧 石头石头 你别报警啊 我之前跟那些人离婚啊 都是有原因的 都是他们的问题 原因 你能有什么原因呀 你这么做 就是为了骗婚骗彩礼 不要给我解释了 等警察来了 你给警察解释吧 石头 你别让警察来呀 要不咱们两官不理了 不理了 我以后肯定跟你好好过日子 这是日子 我一天也跟你过不下去 今天 你哪都别想去 就在这儿 跟我等着 想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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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